大家好,歡迎收看看箱斯巴拉 正面中的開箱快速掌握新設計 雖然冷散熱器還能夠有效降低CPU的溫度 但相對在主機版的VR-NNR2的散熱 只要靠機殼內部的風流來被動散熱 不過這個問題因為你解了 新款的BR36 VR241提示 水冷散熱器冷頭自帶風扇 來替核心區域主動散熱 因為BR36 VR241提示水冷散熱器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於 它冷頭上方有著一顆三扇葉 類似於螺旋槳的風扇 上方的圓形開孔較大 吸入氣流之後 將氣流從下方的開孔推出 冷頭風扇的轉速為400-2500RPM 採用4PIN PWM直接連接 並具備ARGB的燈效 藉由主動風扇來替主機板的 供電源GNVR-NNR2的SSD進行散熱 也讓電腦在溫度測試時 BR可以處於比較低的工作溫度 但至於冷頭上多了一顆風扇 所以說就將水泵移至我們 冷管排線旁的分離式水泵設計 那因為BR系列具備的是 360mm的BR36與240mm的BR24兩款 兩者的規格一模一樣 只差在冷排的尺寸 以及搭配的冷排風扇數量 水泵的話則是有著5200RPM 並採用桶底微水道接觸我們的CPU 在沿著尼龍管編織網等 橡膠管線 將熱水送至冷排後 再藉由風扇來降低水溫 風扇則搭配他們自己家的 LUNA AL120 ARGB風扇 採用PWM連接 轉速度有在400-1800RPM 燈效則是要額外連接3PIN ARGB的針頭 BR36有著不錯的散熱壓之力 搭配R95900S測試 在ADA60FPU測試下最高88度 而且可以時脈hold在4.6GHz 換成i9-1900K的話 也可以稍微擋住FPU的測試 但溫度稍高約在90度C左右 而在遊戲表現上 則可以將CPU的溫度壓在6字頭的溫度表現 此外這次測試還故意將冷頭風扇關閉來比較差異 測試的時候則改用FPU加CrystalDismark來測試 可以發現說冷頭風扇可以替BRM降低約10度的溫度 那SSD在大量讀寫的時候 也可以降低約20度的溫度表現 因為BR水冷散熱器它除了替CPU散熱之外 自帶的冷頭風扇也可以替主機板的BRM 第一格連打凸進行散熱 更有助於機殼內的散熱器流 那BR24台灣售價是3590元 BR36的話則是4090元 價格上算是屬於中介的AIO一體式水冷散熱器 如果說你想看更完整的測試數據的話 可以點選開箱連結 那如果說還想看更多的產品開箱 那就首先插入頻道 訂閱按下去開啟小鈴鐺 然後再追蹤我們的FB和IG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 應該是